去年7月 晨姓男子和何姓女子相约 跑到台北市这一间五星级汽车旅馆来烧炭 不过最后两人是幸运获救 却是烧毁了整个房间的装潢 还得赔偿 而两人是以近十万元来跟旅馆和解 不过呢 因为涉嫌帮助他人寻短未遂 法院是判两个人隔半年有期徒刑 换行两年 连传三点多 晨姓男子和何姓女子一起走进汽车旅馆 看似正常还拿了早餐券 不过旅馆人员当下就发现不对劲 因为男子大包小包 手里提袋饮料零食之外 黑色手提袋却藏着木炭 六点多 警报器作响 您在旁边是否有必须叫的声音 还要我们在桃园 您在桃园是哪 因为您这边的硬氧化碳 警报器在下了 没有 抠很大 察觉异状旅馆人员进到房间里 烟雾弥漫 结果是烧木炭引起 跟这两位提出我们的告诉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场景 除了损坏之外呢 我们每天的营业额 还有我们的商誉 还有我们之后的一些回复的工程 两人现运获救却烧毁房间装潢 赔偿近十万元跟旅馆和解 而北院认定两人帮助他人自杀未遂 判刑半年获得缓刑两年 希望两人经过这一次教训能够更珍惜生命 纯粹新闻 徐志明 戴秋荣 台北报道